HELLO 大家好我是Snowkey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我們背景好像不太一樣 其實今天我們不是要講化妝 想要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我開始運動的歷程 大家如果有在看我的粉絲頁的話 應該會覺得我近一年來很熱衷於運動 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心路歷程 之前可能有稍微片段片段的跟大家聊過 那我們這次直接錄成一個影片跟大家分享 因為在30歲之前呢 我基本上可以說是完全不運動的人 可能偶爾被我表姐抓去做一下瑜伽 有流汗我就覺得 喔我好厲害喔 我今天有達成里程碑 出國之後 我之前也去找過一些瑜伽的課程 可是我自己都沒有很喜歡那些老師 我覺得一定有不錯的課程 可是可能是我沒有找到 試過幾次 然後也都覺得還好 就有點放棄 其實大家知道化妝師的工作呢 都要手這樣子抬起來幫人家化妝 那你手這樣子一直懸空幫人家化妝的時候 其實他在肩頸部分的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等於你要這樣一直hold著 有時候可能工作環境光線不是那麼足夠 或者是椅子的高度啊 我們必須站著化妝 或者是彎著腰側著身化妝 各種情況都有可能 然後扛著重重的行李箱 上下地鐵或者是搭飛機出國 那當然職業是個人選的 每個行業都有每個行業的苦 但是因為國外的寢具 真的是不知道在軟什麼意思的 他的床墊也是軟的 枕頭也是軟的 我們都已經買最有支撐度的等級了 可是其實還是很軟 工作情況可能長期這樣手懸空啊 或是彎著腰側著身化妝 那我肩頸這邊的壓力呢 其實都是非常的大 越僵硬越緊繃 我睡覺的時候就越容易落枕跟閃到腰 有時候可能只是天氣變化 睡個午覺起床就閃到腰 這種情況也是有發生過 加上人在國外你閃到腰落枕 你不是可以馬上去看中醫或者是推哪 因為連下樓出門都很難 你想上個廁所可能都跌坐在馬桶上 有時候我老公看我閃到腰或是落枕 他都會很緊張 問我說你要不要去醫院 我說去醫院能幹嘛 因為我們去醫院Emergency的話 這閃到腰只是痛 但是沒有危機生命 所以他不會馬上看你 那變成我要坐在那個醫院的診療室 等個七個小時到十個小時 就等他給我止痛藥 我自己吃我帶來的止痛藥 或者是肌肉鬆弛劑就好了 合必 所以我大概16年左右 那時候一年大概落枕個三五次 真的蠻慘的 到後來我就覺得這樣下去真的不行 我就開始接觸 Reformer Pilates Reformer Pilate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它其實就是器械式皮拉提斯 它有一張Reformer Bed 你可以躺在上面 然後因為每個人程度不一樣 選擇不同的彈簧強度 然後你可以訓練你上半身 下半身 核心或是背 都可以訓練到 你有各種用法 我覺得很有趣啦 那時候大概去參加團課 大概上了一年吧 養成了固定的運動習慣 後來因為冬天到了 英國的冬天雖然不是那種 零下多少度 每天都大雪那種 沒有到那麼冷 但是你要出門一個小時 到上課的地方 其實還是有一點辛苦 那麼冷 然後去一個小時 然後又一個小時回來 所以後來我就報名了 我們家附近的健身房 比較local 那因為我們家這附近呢 是住宅區 所以健身房的成員呢 大部分都是媽媽啊 阿姨啊 或者是已經退休的那種爺爺奶奶 他們器材沒有到很fancy很新 但也無所謂啦 該有都有這樣子 然後平常人也不多 我覺得蠻好的 我以前超討厭健身房 我想說誰要去健身房 人家說欸你可以去跑步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不行跑步傷膝蓋 我後來覺得 以前我跟這些朋友講 跑步傷膝蓋 他們一定內心都翻了 大概兩萬個白眼 我現在在這裡 正正跟你們道歉 而且我記得我以前都會跟他們講說 喔我不想去健身房 因為我不想要長肌肉 欸現在真的是覺得 要長肌肉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那時候我朋友就說 你都從來沒有去過健身房 你可以找個教練 然後帶你練一練 大概知道那些器材怎麼用 我那時候就找了一個教練 蠻年輕的一個女生 因為我從來沒有找過教練 從來沒有上過健身房嘛 所以那時候剛開始跟他上課 感覺有點奇怪 因為他每次都遲到早 例如說我們是12點上課 他可能就12點10分才來 或者是說他在櫃台跟人家聊天 然後明明他也知道我到了 每次明明是一小時的課 可是他大概12點50 或是55可能就結束 我之前從來沒有上過這種教練 可是我覺得說 是不是我體力太不好了 所以他每次都提前結束 還是為什麼都是遲到早退 這是正常的嗎 加上他每次帶我上課的時候呢 大部分都是帶我做一些油養 那也是有流汗 後來我就有稍微問了一下 我在健身的朋友 他們就說蛤 為什麼你的教練都帶你做油養 這個好像怪怪 然後加上他遲到早退的事情 他說這樣下去不行 你趕快把它換掉 換成一個阿姨教練 之前那個教練可能他太年輕 所以他不是那麼care客戶的需求 他沒有依照我的情況 我的需求 我的健身目標在做設計 他只能就是一套program 給所有的客戶 加上他不是特別用心 那個阿姨教練 為什麼會找到他呢 因為他每次在那個健身房 帶其他的婆婆媽媽在健身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這個教練好認真喔 如果我的教練 可以對我這麼認真就好 因為你感覺出來他很用心 反正後來我就找了那個教練 那個教練呢他知道我的工作是化妝容師 就常常會這樣子手懸空啊 或是常常要出差 他就可以幫我設計一些program 然後那一開始我的身體的情況 雖然我那時候跟之前那個教練 大概有兩個月吧 我整個人有小了一號 可是那個身體的線條不是很漂亮 就覺得只是有消風 但沒有更漂亮 因為之前本來肉多嘛 就很愛吃 所以很多東西可以撿 然後這個教練呢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應該要先從你的核心開始訓練 因為其實你不管扛東西或者是去哪裡 你的核心其實都要一直投注 他要有力量 他才能保護你其他的地方 所以他就開始訓練我的核心 一開始呢 我們可能都是heat training 有氧 然後混合一些重量訓練 我跟著他這樣子做 他後來幫我安排 例如說跟我上課兩次 一次是上半身的鍛鍊 一次是下半身的鍛鍊 另外一次我自己去健身房 做一些有氧 fat burning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教練幫我設計的東西呢 我看得到效果 然後也符合我的需求 還有一個就是我偷懶的教練 他之前在我做到器材的時候 他從來不會糾正我的呼吸跟動作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我是天才嗎 怎麼我做什麼都對 怎麼這麼厲害 後來跟了阿姨教練以後才發現 原來其實我很多動作都做錯 而且我可能都借到別的地方的力 我覺得找到適合自己的教練也很重要 這樣子跟阿姨教練八個月訓練時間下來呢 我覺得我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到 身體變得更健康 也更有力量更有精神 雖然他每次跟我講說 不要吃任何的sugar 不要吃任何的澱粉 少吃鹽 其實少吃鹽這件事情 對我們亞洲來講真的超難 尤其是你炒菜加醬油有沒有 但是那個鹽分都太多了 我一開始很聽話 照他跟我講的時候 你就要多吃深綠色的蔬菜阿 多吃沙拉阿 多吃雞肉阿 我覺得每個人不一樣 那我這個人的飲食習慣呢 我可以某一陣子一直吃固定的東西 像我之前就是吃了好長一陣子的沙拉 每天都是big salad 菠菜阿 熏鮭魚 或是雞肉輪流 然後荷包蛋在上面 堅果 酪梨阿 反正每天都一大盤 這樣吃了應該有一兩個月吧 然後我就真心的膩了 現在真的就是看到沙拉都會怕的地步 暫時還不想要碰到 我覺得我就是一段一段 我可能會某一陣子一直吃一樣的東西 有一天我就突然覺得 喔我不想要再吃 我需要一段時間讓我休息一下 然後再回來 那我吃膩了沙拉之後呢 我就開始吃低瓜 你可以吃澱粉 但是你要吃好的澱粉 你不要吃白麵 你可以吃義大利麵 然後你可以吃糙米 你可以吃藜麥 你不要吃白米 類似這種的 你可以吃水果 但不要果粮 因為水果的糖粉其實很高 以前我都以為喝果汁很OK 天然的 COME ON 沒有它其實都是糖粉 你看我現在就是精實 不是肌肉女 我開始運動以後我才發現 原來要長肌肉 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啊 你要讓自己變成筋肉人 其實你的鍛鍊量要非常的大 我的運動量還不到啦 然後我也沒有那麼瘋狂 在吃蛋白粉這些東西 所以真的不用那麼擔心 自己會變成金剛芭比 那我不敢說我已經是專家 因為我不是 我只是從一個完全沒有運動的人 開始慢慢的進化 有運動之後 我發現整個人身體 比較不容易落枕閃到腰 這是一個最大的幫助 然後我精神也比較好 還有一個很棒的東西就是 我發現我肌肉量 build up 起來之後 我的基礎代謝量高了 我現在亂吃個幾天也不會肥 有時候出差出個三五天 因為你出差你沒有辦法決定 你要吃得多健康 有時候又鹹又油 有什麼吃什麼 回來可能睡個兩天 體重根本沒變耶 我覺得超誇張 然後最明顯的就是 我回台灣兩個禮拜 每天大吃大喝 又是蔥油餅 又是麵 又是飯 然後又是包子 各種精緻澱粉 講出來自己都覺得心虛 但是兩個禮拜回來 我沒有變胖 真心沒有變胖 我覺得這是一個 讓我超開心的 因為以前每次回台灣 這樣子的吃法 回來一定至少長兩公斤 當然也有很多人說 用生酮的 或者是健行性斷食的方式 在減制減肥 當然有不同的減肥方式 然後每個人適合的也不一樣 我覺得能夠維持最久的 才是一個好方式 因為有時候他可能 體重太快速的下降 他可能只是脫水耶 他不見得是真正的瘦 你只要正常吃 就都會回來了 今天要跟大家聊這個 我只是想要分享一個概念 是說 你想要瘦真的沒有捷徑 因為我以前從來不運動嘛 我就超愛看那種書 跟著我這樣子 一天做三分鐘 然後你就會有腹肌 然後你就可以瘦10公斤 我最愛看這種東西 然後你看了以後 就好像有收藏 就代表有做一樣 其實根本沒有 這種東西誰都會 大家都想要找速成的時候 喝這個飲料你就會瘦 吃這個藥就會瘦 我覺得這種速成的方式 都是很容易吸引人 因為我們誰想要去健身房 流汗運動 如果說今天這個影片是講說 這個美魔女 她在健身房練了兩年 然後現在變這樣 跟另外一片是講說 一天做三分鐘 她可以瘦成這樣 誰要看那個兩年的啊 誰想要花兩年的時間去健身 然後才能瘦下來啊 對不對 我當然是想說三分鐘就可以了 重點是可能我們臉三分鐘都看不完 因為我們現代人就是太沒有耐心 什麼事情都想要速成 可是當你什麼東西都要求速成的時候 它的那個效果即使有 也可能是短暫的 養成一個健康的運動習慣 適合你的運動習慣 可以維持下去的健身習慣 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因為有些人他不喜歡去健身房 有些人他不喜歡自己一個人運動 他喜歡跟別人一起運動 那你可以選擇去上團課 或者是說你喜歡瑜伽 你喜歡皮拉提斯 各種運動 我覺得找到適合你自己的 然後持之以恆才是最重要的 這一個影片應該算是一個intro吧 關於我養成運動習慣以來的一些心得 不敢說自己已經練成了 因為其實都還是在過程中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接下來會有一些其他健身影片的分享 之後可以再看這個系列的影片 那先這樣啦 掰掰